4月5日-6日 在四川墓里森林火灾中牺牲的消防烈士的骨灰 先后反抵各自的家乡 当地民众自发走上街头 向其致敬为其送别 呼唤英雄回家 4月5日 在贵州省麻江县 气氛一片肃穆 当地民众手捧菊花 拉着印游救火英雄杨瑞伦 兄弟们接你回家了字样的横幅 站在道路两侧迎接烈士杨瑞伦 临车缓缓驶来 大家眼含热泪 挥手告别他们的英雄 4月6日上午8点 四川两山森林大火牺牲烈士 郭启王佛军的骨灰 在家人的陪同下抵达隆南市 隆南市五都区政府 在东江512公园纪念碑举行仪式 迎接救火英雄魂归故礼 迎接烈士郭启王佛军回家 在山东 江西 四川 云南 海南等多地 大批民众守候在道路街头 迎接烈士回家 大批民众守候在道路街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少民众将送别场景上传到社交媒体平台 表达埃斯并向英雄致敬 除寄托埃斯外 连日来 中国多地消防官兵也收到了来自匿名人士的神秘礼物 有民众在消防队门口放下几箱牛奶 还为等站岗的哨兵询问 便转身离开 还有些市民通过订外卖的方式 匿名给消防员送去奶茶 民众还在礼包内留下字条 写着感人话语 希望你们平平安安 你们辛苦了 谢谢你们一直负重前行 请每次任务一定要平安归来 感觉很软心 对我们消防工作的肯定 我觉得在苦在累 我们都觉得很值得